专门向群众募款的平台FLYING V 最近接连为太阳花学运以及哥兰伟活动募款 引起了外界注意 今天FLYING V的创办人林鸿权 在新书发表会上面宣布 未来不会为竞选相关活动募款 但是他也希望政府可以帮群众募款立法 以免阻碍发展 群众募资平台FLYING V 先是为太阳花学运募款 接着又架设VD网站 为哥兰伟活动募款引起外界关注 但也因此被监察院内政部警告 违反政治现金法 FLYING V创办人林鸿权 决定未来不会为竞选活动募款 之前没有想过会碰到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后来针对政治现金法 其实也蛮深入的去了解 其实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第三方 其实我们第三方是没有办法帮 这个所谓候选人去收取资金 所以基本上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做 巧的是FLYING V原本跟贵买中心的合作 最近也解约了引发外界各种联想 不过林鸿权澄清 纯粹是因为双方理念不同 但他也强调FLYING V的定位 只是募款需求与资金间的媒合平台 没有释法性的问题 强调募资平台的重点不在内容 而是取得大家的信任 林鸿权也呼吁 经由这次的事件 政府应该为募资成立专属的法案 别让创意的活动因此遭到抹杀 我觉得一个创意啊 一个idea没有好或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